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一提起澳大利亚,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当地特有的袋鼠和一大堆澳洲本土的动物 袋鼠笨笨跳跳十分可爱,也非常招孩子们的喜欢 猫咪也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种动物 但是不是所有猫咪都是温顺可爱的 在澳大利亚,当地人就对猫咪敬而远之 这里说的可不是像家养的猫咪,是在当地泛滥成灾的野猫 这种野猫可不是本土的野猫,而是从欧洲引进的一种猫咪 它们在野外的生存能力极其强大 而且繁殖力极强,不久澳大利亚遍地都是这种野猫 而且还祸害了很多家畜 野猫拥有灵活的身手,基本上没有天敌 但是却是当地一些小动物的克星 像昆虫,小鸟,老鼠都逃不过它的魔爪 在澳大利亚每年都会有上亿动物死于野猫的手中 这样很可能造成一些动物的灭绝 其中已经有27种哺乳动物因为野猫的捕杀而灭绝 澳大利亚政府就已经采取了措施 还鼓励民众捕杀这些野猫 可是传统的捕杀和陷阱收效甚微 令人想到可以投放有毒的香肠 野猫在食用香肠后15分钟就会死亡 虽然这种行为是为了保护其他动物 但是也有很多爱猫人士的反对 他们认为这样做实在是太残忍了 但是只有这样做才会让其他的动物活下来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